就在学生攻占立法院的过程当中 今年44岁的立院保六总队中队长钟正强 在推击中昏迷送到台大医院 一度预示不清插管治疗 索性在急救之后 他的生命迹象已经恢复稳定了 而警方也立刻加派了警力 近千人来支援以免冲突扩大 半岛立法院铁门 看学生发出盛命欢呼 但警方仍要执行公权力 你推我拉 警方场内场外围起人墙 跟抗议群众产生一波波冲突 在混乱中保留总队一大队的中队长钟正强身体不适 紧急送医急救 刚到医院时还有异事 但不久陷入昏迷插管治疗 去的时候插管嘛 所以还是病危 不过病危一个一个钟头就解除了 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就慢慢处理 滚门关前走一走的钟正强 今年44岁已婚 是警大69期毕业 八年前加入保留 三年前担任副中队长时 从行政院调到立法院当置卫警 没有疾病史 由于平常有运动习惯 同仁对他突然倒下 感到压抑 慢慢地经过一两个小时静养以后 现在讲话跟常人差不多 但是两手两脚 力量没什么力气 人是醒了 但是否有后遗症还要再观察 为了抗议群众立法院周边进驻近千名警力 这一执行何时可以回家睡个好觉 完全看抗议群众的情况 对所有远警来说 又是体力的一大考验